中共炎祖人民润学逃亡潮 习皇终身揽权将中国套牢 二十大在习近平称霸第三任皇位后 引发中国许多富豪或精英赶赴润学 但对于其能放过韭菜的中共也祭出狠招 忽乱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理由 限制移民者不让出境甚至直接拘留 至于在欧美中共更以外交服务为由 荒谬的以公安局在全球21个国家 逐步设置了54个海外警察服务中心 但实际却在进行海外的爱国劝说行动 并逼迫涉嫌不买中共政权的人士回国 究竟中共还会再如何荼毒霸凌百姓呢 内卷 躺平 精神内耗 这三个网路用语 早成为中国近年百姓们最哀怨的心声 但对于习近平重建一人帝王的立场 这无疑是平民 弱民 平民的控制标的 尤其习皇已建立了史上最严格的维稳系统 其中包括了规范校园自幼洗脑习思想 暴力打击宗教信仰 逼人民只能相信党 将民间企业逐一收割转为党国资产 最恶劣的莫过于主导了世纪疫情的背后 竟然还能借由清零来完美封控人民 尽管因此造成了各地百姓开始勇敢抗议 但却让维稳的公安能公然施暴臣戒 反正有外交部和官媒继续编织详合谎言 就如同习皇鬼扯的防疫或国际战域一番 十九大时宽骗的共同富裕造荡然无存 民间只能苦吞烂尾楼银行倒闭之灾 但这都无损 这回遗忘共同富裕的习皇继任 毕竟总算让习家军全面上位 看谁还敢作对 但苦的是老百姓被逼到如今只剩躺平 再眼见习皇独霸的未来 就更让人绝望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